後來小巨蛋結束後 我去檢查才發現說 固結了 那幾天其實心情有像那種 就是一個消費者一樣 就天堂掉到谷底 徐某俊全明星奪MVP 驚爆骨折 人痛不開刀繼續拚 沒有遺憾 要來宣布 MVP 發獎的是 徐某俊 徐某俊 徐某俊在全明星運動會3T中賽 無度度為MVP 終於奪下獎座 不過他在比賽中負傷上陣 沒注意到受傷的手指 其實已經骨折 其實上次小巨蛋前就骨折 因為你早就看到你的手指 整個白色暴擊 對對對 但那一天其實我不曉得有骨折 那一天只知道很痛 可是因為我以為 是一般在吃蘿蔔感覺 後來就是小巨蛋結束後 我去檢查才發現說骨折 他折在就是這一集 第一集 哦 這一集 對 然後是骨折 就有點麻煩 因為就是很小的傷 就是他就是這樣局部的一點 可是他卻要讓你 他卻很難好 因為他實在是太細了 對 他就必須要打鋼釘 才會比較好這樣 那幾天其實 心情有像那種 就是雲霄飛車一樣 就天天的 因為小巨蛋讓我 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然後我很開心 開心到睡不著覺 那一種 然後沒想到隔一天 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醫生一跟我講說 你骨折而且要開到的時候 我整個是盪到一個不行 就變成我是 然後那個時候就 再考慮要開到還是不開到 然後後來是選擇 我問了五個醫師 三個說要開 就是有些人覺得說 開了沒有 搞不好還會比較不好 有些人覺得可能 開了會比較完整 所以我也是 很難熬啊那幾天 對 決定在裡面 有些人就覺得說 你都這樣 你就不要再繼續啦 這樣子會可能是 一輩子的傷 可能四十歲以後 對 搞不好會比較容易有關節炎 對 然後我的彎曲 可能不會像一般手指 這麼的完整 那我當時就是想了之後 我決定拚一次 可是因為我想到賽季最後 我覺得紅隊需要我 所以 我覺得去開刀可能 可能會有更多項目 沒有辦法上去 因為我覺得以後我可能也沒有 機會像現在這個樣子 拚了命再 再尋求一個勝利 我就是把一切 留在賽季後 然後我就好好的 檢查 團隊上大家都有 可能有一些球類運動 他們就會很害怕 他們就覺得要保我的手 然後就盡量 可能比較上場 會比較好 就是我都跟他們說 你不用管我的喪事 就當我沒有受這個傷 我能夠共慶給你們 就共慶給你們 還有多久啊 Q明星啊 對 也對 大概還有 一個月 就拚完這一個月 對 最後這一個月 然後看 看我們 可以帶紅隊走到哪裡吧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最後贏還是輸 就是我沒有給自己留遺憾 就是你 然後就沒有給自己打開 照片 就是你 知道沒有什麼 我可以在家裡 我會幫你 假裝